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陶道 我是Max 现在拉斯维加斯的这个天气啊 已经开始变热了 我感觉都进入夏天了 每天都八九十度的感觉啊 然后呢这个爆睡机也结束了 我们俩也解放了 是吧 终于有时间来慢慢生活 享受生活 是吧 是的 然后今天呢我们出来 又选了一家泰餐啊 泰国料理 其实我在拉斯维加泰餐还挺多的 各种泰餐 我们网上搜了好多 然后选了这家 这家比较近一点啊 感觉也还不错 对吧 所以想说来这里尝一下 今天不是饱费了 今天是点菜 是吧 嗯 行 我们之前也去过泰国 也吃过他们的一些东西 来看看今天的这个泰餐啊 怎么样 有什么不一样的理由 走吧 嗯 嗯 就是 镜头里的这家店啊 叫Zab 啊 Tai Spice Kitchen 好吧 是他们的菜菜单 嗯 这个店有点小啊 非常秀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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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了一份泰国烤串啊 猪肉串 泰国的猪肉串啊 旁边有蘸料啊 尝尝这个东南亚风味的啊 这个是沙鲤 点了一份这个部罗炒饭啊 牛肉的 还有咖喱啊 三个菜啊 还有一个沙拉 是我们这两个设计吃过的啊 炒的咖喱 炒饭啊 沙拉 这个叫Papaya沙拉是吧 也是一个东南亚风味的 很独特啊 我也吃 嗯 来尝一尝 我得吃个这个黄瓜 就点辣 嗯 嗯 嗯 大家真的一个尝尝这个啊 很特别啊 是吧 酸辣的是好吃 嗯 东南亚风味的 嗯 这虾店吃很好啊 很清爽啊 有点微辣 看这个豆腐 香味道 很香 很香 有腰果不少 多肉也不少 挺好吃 炒饭里面还有腰果哈 配上味道正好 牛肉也不少 牛肉也很多 放的很足啊这个料 很好 它出来好看 它这个帕帕亚沙拉 深谷瓜四来的哈 有白菜 一些豆角 蘿蔔 萝卜 它这个为什么好吃呢 就是它这个 水果的清香味和调料 酸甜酸甜的 有点辣 有点滑 口味很丰富 它有一些花生在里面 嗯 不错这个 这个咖喱配到饭里面了 这个咖喱配到饭里面了 光盘了已经啊 全都吃完了 可能我没选择 因为它有好几种那个 就我们咖喱 我都还得吃这个菜啊 盘这里了 我们就有一会子 光盘了 其实你还可以尝啊 咱们吃都可以 好了吃的很饱啊 还不错 他们每一样菜 好像分量并不多 但是刚刚好 没有剩啊 一点都没有剩 行了 现在我们想去RAS逛一逛啊 走吧 嗯 拿了 扫帚啊 9块钱啊 10块 别的啥都没拿 哎呀 我们现在又来到TJ Market 买点这个 补水的 给脸补水了 因为拉斯维教授 下面很热很干呢 不补水的话 这个脸很快就会 起皮裂开了啊 要保持这个水分充足才行啊 走吧去看看 看到了吗 这个好香啊 是什么 这个是羊奶的香皂手工皂 这边还有家居啊 这边还有家居啊 我最近特别喜欢看家居 自从我们有了新房子以后 这边这个藤椅啊 看着挺漂亮的 好的 Whew 和我这么说 这是俩没什么 这边是走不出口的 这是灯罩怎么那么误 rate 买了一口锅啊 家里锅已经不行了 再来这个日本店啊 来逛一逛 名字叫Daiso 有些小的这种商品啊 逛了一天你累不累 很累啊 就早上 也不是早上 中午点啊 就出来了 一直到现在 现在都已经六点过了 夕阳夕下 对已经没那么热了啊 买了好的东西吃的用的啊 对然后 下期我们看是回到聊天呢 还是 继续出去逛啊 吃我们 看一看吧 好吧 下期我们不是要回洛杉矶吗 哦对 下期是回洛杉矶 然后之后我想的就是说 看是回归到聊天呢 还是继续拍VLOGO 嗯 好吧 行 就是也是想就是 讲一讲我们在 拉斯维加斯啊 这么久了已经啊 住了四个多月了 这个感受啊什么的 好吧 行 那这期就到这里吧 那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